浸大獲政府資助2億5千萬 在科學園成立中藥創新研發中心 創新研發中心引入多款先進儀器 包括超高分別率的顯微鏡 提供科研能力 加快中成果轉化成產品 浸大獲正利用中藥、複芳製製研製中藥 用以治療慢性便秘以及激陽性結腸炎 兩款藥物預計5年內完成研究 會在內地和美國等展開臨床試驗 多個施局長讚寫孟治 支持中央政府在日前發表 關於香港民主發展的白皮書 中央政府星期一發布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網上說 香港的民主制度不是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遺留下來 更不是外國建立或者向中央施壓取得 他說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根本完全沒有民主可言 白皮書以歷史和事實顯示英美等國的偽善 他表示全力支持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也在網上說 民主不應該指重量更需要重質 必須堅持走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發展道路 充分維護一國利益 自有空間給兩制靈活發展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主制度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批評 美國為了維持霸權地位 強制輸出所謂民主 2019年在香港發生的黑暴 正是一場由反中亂港分子 和背後外部勢力發動的顏色革命 呼籲市民與政府 和新一界立法會議員並肩同行 開啟梁正善治新篇章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慧就形容 白皮書正本清源 堅決反對香港內外敵對勢力 對民主發展的干擾破壞 如同正義的及時之語 將邪惡之火淋飾 意義重大 他說愛國者治港本來就是天經地義 放誅四海皆準 無線電視記者陳卓康報導 到北京述職的澳門行政長官害一成 向國家主席習近平 以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回報過去一年工作 和澳門當前形勢 習近平說 過去一年澳門保持穩定發展良好態勢 有效防控新冠疫情 努力實現動態清零 和內地保持人員正常往來 他說澳門社會各界對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 認識更清醒 又提到立法會選舉順利完成 愛國者治澳原則得到進一步落實 對海一成政府的工作充分肯定 李克強就重新會全力支持海一成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以及完善基本法相關的憲制性義務和職責 尤其望澳門積極支持國家的發展戰略 繼續做好疫情防控以及穩定經濟的工作 林鄭月娥表示將會繼續努力爭取通關 兩位領導人都是同意香港過去一年 事業 家庭都是很大的困擾 因為我們和內地的關係非常密切 所以在兩年內都是不能夠有一個正常的人員的往來 其實是為香港市民帶來了很大的焦慮和困難 我相信兩位領導人都會明白 但是抗疫也是大事情 所以就需要再由我們和內地聯防聯控的機制 來去籌謀 看看什麼時候可以落石到這個通關的安排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也都同意本港疫情控制有成效 但什麼時候可以免檢疫通關 仍然需要繼續努力爭取 未問到會不會爭取連任 她說一直會擔任行政長官 自明年6月30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 晚上現請去到北京述職的林鄭月娥 和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 林鄭月娥之後見記者 說述職期間有向領導人爭取通關 兩位領導人都是同意香港過去一年 在控制疫情方面是有成效的 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 希望爭取早日可以通關 在兩年內都是不能夠有一個正常的人緣的往來 其實是為香港市民帶來了很大的焦慮和困難 我相信兩位領導人都會明白 但是抗疫都是大事情 所以就需要再由我們和內地聯防聯控的機制 來去籌謀 看看什麼時候可以落石到通關的安排 今年一月視像述職 習近平讚揚林鄭月娥在國家安全等 大是大非問題上立場堅定勇於擔當 林鄭月娥被問及這次沒有這些稱讚的詞語 是否中央不滿意她的表現 我的工作的評價就不是我自己來和你分析的 所以我對你剛才的問題我都沒有什麼可以回應 但是從習主席的開場白你會看到 其實他對於香港最近這一年發生的事 他是非常掌握 他是可以一件一件事地告訴大家 他是知道香港在過去一年在各方面的工作 被問到會不會爭取連任呢 林鄭月娥說去到北京只是為了向中央述職 沒有想過自己未來的事 我一直會擔任第五任的行政長官 直到明年6月30日 所以在這段時間裏面 所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發生的事 是需要行政長官來處理 都是由我本人來處理 是否真的不會用參選人的身份去參與 我已經答了你的問題了 無線電視著北京記者梁卓恩報導 消防署、警務署和海關採取聯合行動 賭破13個非法加油站 拘捕19人 一連兩日的行動 檢獲大約5.2萬升柴油 估計約值90萬 由發現10輛油缸車 三部署油 柴油的輕型貨車 和大批入油工具 涉案15男四女 皆乎40至60歲 涉嫌違反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例等 消防說會向法庭申請 充公涉案柴油 並考慮暫停相關車輛排照 吳處方說非法加油站並未提供任何消防安全設施 呼籲職業司機和市民切勿光顧 國家主役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分別接見任內最後一次到北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習近平充分肯定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的工作 又說選委會和立法會選舉成功舉辦 證明新選舉制度是好制度 由住北京記者梁翠恩報道 國家主席習近平下午在中南海刑台 接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習近平形容過去一年以來 香港由亂到治的局面不斷鞏固 局勢不斷向好發展 新冠肺炎疫情放控成效明顯 經濟逐步復甦 社會保持安定 成功舉辦選舉委員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 推動符合香港實際的民主發展 邁途堅持步伐 堅決執行香港國安法 依法止暴治亂 撥亂反正 維護法治的權威和尊嚴 採取積極措施 推動特別行政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全面深化與內地交流合作 中央對你們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去到央視新聞聯播和新華社報道的時候 由你們改為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 今年1月 習近平聽取林鄭月娥視頻述職的時候 特別提到必須堅持愛國者治港 習近平說 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別行政區政府 依照全國人大有關決定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立法 對香港選舉制度作出系統性修改完善 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實 廣大香港同胞當家做主的民主權利得到體現 社會各階層各界別 廣泛均衡參與的政治格局得到確立 實踐證明新選舉制度符合一國兩制原則 符合香港實際 為確保一國兩制行穩支援 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提供了制度支撐 是一套好制度 至於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南海紫光角 接見林鄭月娥的時候提到 希望特區政府繼續防控好疫情 促進經濟恢復改善民生 又希望香港可以直接對接國家的發展戰略 新華社的報導就加入了特別行政區主動對接 國家發展戰略 而總理提及的 原意為香港經濟發展拓展空間 在稿內就沒有提到 林鄭月娥今年年初 因為香港的疫情要以視像形式純跡 現在香港的疫情受控 可以親身來到北京純跡 無線電視珠北京記者梁祥 音樂